大家好,我是菲磊国画 今天我们来画一个千牛花 千牛花是我们常见的爬藤植物 它每年是在夏天的时候会开放 主要颜色也是以紫色蓝色粉色为主 它这个千牛花的藤嘛 看上去是非常的柔弱的 其实是非常有韧性 我们在绘画的时候 也是需要有就是这个线条 有力道的线条和柔软的线条 结合起来来画这幅作品 然后我们现在看一下用的这个颜色 颜色我准备的是这个紫色和胭脂色 大家在用的时候 不管是这个吉祥的颜色 清竹的或者是樱花的颜料都可以 然后我采用的就是紫色跟胭脂色 同样还是先把颜色挤到这个盘子的边缘 然后在画的时候 我们看一下整幅作品的构图 是一个竖着的一个构图 在画的时候我打算从中间这个部分下手去画 就是千牛花的这个外形的形状 就是有点像是一个喇叭 前面这个花瓣是张开的 然后我们在画的时候 先把这个笔 染色笔在这个颜色里面调和一下 然后往中间这个方向 一定要注意这个画的时候这个构图啊 你不要上来一下画的偏高或偏低 自己心里面大概有一个有一个想法 然后 先下笔吧 我们先从就是第一朵花开始 第一朵花我打算画到中间这个部分 然后给他画一个偏正面的一个画朵 就是算是一个橱花头 然后先画第一笔 第一笔还是同样的调好颜色之后加上色 加好色之后 然后我们用水笔淡淡的给他蕴染过来 淡淡的给他蕴染过来 这是一个花麦的这个花瓣 然后再画第二片 第二片再画我们中间给他这个水线的地方流出来 芊妞花它中间是有一个 嗯 分开的这个分叉的这个花麦的 我们要给他流出来 然后加色 加色的时候基本上要把这个花瓣的这个形状给他画出来 圆圆的 加好色之后同样的用水笔给他蕴染下来 下面颜色简单过度一下 这朵是一个紫色的这个花头啊 我们画边上的 边上的就它就是像是一个喇叭的形状张开的 然后但是还是有点偏圆偏椭圆一点 我们要给他围起来 你不要画的画的排列成一个排列成一排了 那样肯定就不好看了 然后往这边画的时候 我们要给他圆过来 以一个拓圆形一样给他画半排列出来 然后同样的往下边加上色 加上色之后我们现在给他这个水线花麦给他画出来 然后这边同样的也有一个这个花麦也给他画一下 里面的颜色让他慢慢的变浅 就是边上的这个颜色重 慢慢里面颜色变浅 然后现在画右边的这片 同样也是有一个这个花麦 流出来一个水线就可以 这个水线就会稍微留的粗一点 然后把这个花瓣的轮廓画出来 让他围着这个圆形过来 轮廓给他把控一下 给他画的好看一点 整个形状让他圆过来 加上色之后 然后用水笔自然的给他熨染下来 过度一下 过度下来 然后我们现在画下面的两片花瓣对应的 同样的加上这个水线 流出来水线 加色的时候就把水线给流出来 然后慢慢的往里面分了 然后这边我们留出来一个花麦 就是喇叭花它这个分叉开的这个花麦 这边给他熨染进来 自然过度到下面去 然后到这的时候花麦从这个花瓣中间出来 然后慢慢的给他染下来 然后这边给他再颜色稍微加的重一点点 然后接着画边上的这一片花瓣 留一点点水线出来 然后给这边先从上面开始吧 从上面往下面过度 然后这边也是一个分叉开的一个花麦 流出来 然后到上面的时候水线流的细一点 然后加上色慢慢往里面染 然后过度进去 花的时候小心一点 不要让它花瓣就是染到一起去了 下面的颜色浅一点 上面的颜色重一点 然后这样一片 就是这个一朵花 基本上这个形状就出来了 可以看一下哪个花瓣 你想给它再增加一下 可以再给它修整一下 然后这样一片花瓣就出来了 然后我们现在给边上的 给它边上再画一朵花 这朵花我们给它画一个 给它画一个侧着的一个画头 这个颜色还可以用紫色 这个还可以用紫色 我们大家画的时候颜色这块自己可以 看着搭配 因为这朵花比较靠中心的位置 它颜色是重一点的 然后我们画边上的时候 我们可以适当颜色淡一点 然后加上色 然后加上色 颜色淡淡的 从上面这片花瓣开始 加上色之后 然后用水笔给它润染下来 过度下来 颜色淡一点 然后到下面的时候 这个越来越细 颜色也越来越淡 颜色淡淡的 然后画边上的这一片 流出来水线 这个是花麦 把它这个水线给流出来 同样的给它这个半圆 因为它是侧着的 它是一个半圆形 然后把它这个半圆形的这个形状 给它画出来 慢慢让它拐下来了 然后加上色之后 慢慢的往里面润染 然后到里面的时候 颜色越来越浅 浅下来 颜色淡下来 然后这边呢 同样也是半圆形 给它围着画都来 加上色之后 给它这个花麦同样流出来 然后润染进来 然后水笔上这个水分 可以稍微让它洗一下 颜色变得浅一点 有一个颜色的过度 然后这边同样也是给它围着这个半圆画过来 然后加色 加上色之后 自然而然的给它孕染下来 然后边上剩一点点 慢慢润染过来就可以 它是一个侧着的 这边呢 就是没有给它画上 它就是这样一个 一半的露出来一半的一朵花 这边稍微修整一下 然后给它孕染下来就行了 根据自己的画面来做调整 留一点点水线就可以 然后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这两朵花就都染出来了 我们来画 来画下面的一朵 然后我们接着画 就是画给它下面再安排一朵花 同样也是一个侧着的 现在就这朵花是偏正面的 然后这朵花也是侧过去的一朵 然后给下面再画一朵 然后它到时候我们连接的 从这边画一个这个花脱下来 把这个花画到这里 先从中间的这个部分开始加色 然后先加上颜色之后 然后给它往里面润染 加上色往里面润染 这个颜色也不用画的特别的重 颜色也不用特别的重 颜色上就是我们在画的时候 这个花的颜色上可以有一定的区分 比如说这个中间的这个花 它颜色偏重一点 旁边的话可以适当的浅一点 我们等会还可以画 胭脂色的 粉色的都可以 就是在颜色上有一定的区分 这样画面的色彩也会更丰富 然后现在给它加上色之后 中间同样的是这个花脉 给它流出来 往里面分染 然后到这边的时候 加上色慢慢往上面分染 花脉中间流出来 然后这个边上颜色太淡了 我们可以再给它稍微加色 给它润染一下 稍微比先沾一点水就可以 不要加太多 加一点点 调一点颜色过来 就是有点像是一个扇形的 扇形的一个形状 因为也是一个侧着的一朵花 然后加上色之后 往里面分染 到边上的时候 颜色淡淡的水先流出来 这朵花给它花瓣 小龙稍微修饰一下 然后也往上面润染一下 然后画到这里的时候 我们这个颜色让它淡淡的 淡淡的往上面染 把它这个像是花的 喇叭画的这个花筒的部分 给它画出来 颜色很淡了 衔接过来 颜色给它润染 衔接过来 大家在画的时候一定要记住颜色要淡一点 这样子 画到这里就行了 下面看不清楚也没关系 因为到时候这边肯定还要画这个花托 然后现在已经画出来三朵花 我们现在可以把这个 从这边我们可以出一个这个枝叶跟这个 这个藤蔓 我们先调一个这个叶子的颜色 拿出来一个干净的碟子 画叶子的时候还是调出来我们常用的这个花青藤蔓 折石 加末 调一个这个橄榄绿 先把这个颜色挤到这个盘子的边缘 然后挤一点藤黄 不用挤特别多啊 挤一点就可以都挤到边上 然后这样方便我们来调色 然后准备我们的这个画这个叶子 跟这个枝干的这个笔 先用花青加铜黄调出来一个绿色 颜色可以稍微的不要调太重了 加点折石 笔尖上再沾点水 然后我加一点点这个绿色绿细的绿默 然后再加点 就是这个茶色细的绿默 大家画的时候就加墨色就可以 加墨色就行 调出来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颜色 我们先把它的这个花托给划出来 把颜色加到这里 先把这个花托划出来 加点水 颜色适当的淡一点 然后给它画出来 这种换来这种尖尖的长长的 给它包裹起来 这样就可以 然后我们给这边安排一片叶子 画叶子的时候这个颜色 我们可以再稍微的调一下 加点褶石 加点水 加点褶石 加点藤黄 颜色不想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色感来调 我是不想让它颜色太绿了 所以说我就加点褶石跟藤黄进来 把颜色适当柔和一点 然后加点墨 鼻尖稍微沾一点水 从这边 从这个位置开始 加上色 然后到边上的时候 我们再给它加一点点褶石 然后把它这个叶子画出来 颜色让它自然过度一下 你看 笔尖上 你想让它颜色就是由重到浅 又有点褶石 就笔尖上 加一点点水 然后笔尖展一点褶石 然后这个颜色 自然而然的就润染到一起了 里面的颜色 你想让它重一点 可以再加点色 趁着它没有干的时候 把颜色 绒合进来 这样一片叶子 就是由重到浅 就这样画出来了 还是比较好画的 大家可以画的时候试一下 然后我们从上面 给这个盘子磨到这边 然后我们从大概在这个 不要太靠上 我们到上面可能还会画这个枝叶 先从这个地方画出来 画一片叶子 淡淡的颜色 不要特别的重 大概给它这个叶子勾画出来 然后给它画过来 三 三个叶子 三个叶子为一组 这边也是 同样还有一片 然后笔尖上 想要点染一下也可以 自然一点 这样 画下来就剩 颜色淡一点 然后你想让它 哪个地方的颜色 再重一点 你现在还可以再 适当的加一点点颜色 在它这个叶子 没有干的时候 你可以再去加色 往下面过度一下 让它自然的润染开就可以 然后现在这个是一片叶子 这一片叶子就画出来了 然后我们挨着它下面再画一片 这片叶子我们可以颜色适当重一点 我画的时候再加一点点这个折势 就是再加一点这个茶色系的灰墨 大家加一点墨就可以了 加一点墨加点折势 然后这个颜色自然就变重了 稍微重一点 然后加点水 然后从它这个下面再出一片叶子出来 然后衔接上来 画的时候不要把它染到一起了 画的时候小心点 然后这片叶子颜色比较重 然后往下面染的时候 我们想让它颜色过度一下 还是同样的颜色 润染下来 笔尖可以稍微加一点水 水分也不要太大了 太大的话你这个颜色就会到处乱流了 我们从这边给它接过来 衔接过来 我留的是有一点水线的 我画的时候留了有一点水线 大家在画的时候也可以 也可以留一点水线出来 这是另外一片 三片叶子 入出来水线几颗 然后往下面画的时候 我们加上褶石 这个时候要加褶石了 褶石的颜色淡淡的就行 淡淡的给它点染出来 褶石你要觉得颜色太红了 然后你就给我们的这个 那个橄榄绿里面 衔接衔接一下 然后笔尖稍微加点水点染一下 自然一点画出来 这样就可以把它这个 虫咬的效果给它画出来 然后我们接着 接着画给这边可以安排一片 以画一片叶子 然后从这个上面 孕染下来 留一点点水线出来 留一点水线 然后我们加褶褶石 往下面衔接一下 点染一下 画出来这种虫咬的效果 就可以了 然后这是这一组叶子 就画出来了 然后我们现在给它 然后我们现在把它这个 这上面到时候会画一个 这个花镜了 等会再说它 我们给这边 把这个挪到这边 让它画一个这个藤蔓 给它连接起来 然后我们给它这个 上面的这个花镜 给它也画出来 颜色淡淡的 用淡紫色 加上色 给它稍微的韵染一下 不用染的很重 这个就不用画特别长 因为它本来因为透视的关系 它没有露出来很多 只用胶带一下就可以 然后还用我们现在 还给我们画叶子的 这个颜色拿出来 调出来一个这个橄榄绿 我们把它这个花托也给画一下 等它干一干再画 我这个现在已经干了 然后把这个花托给画出来 然后我们现在给它 给这边的这个枝干连接过来 这上面同样也画一个这个枝干 给它先连接住 它这个枝干你画的时候 就是就是有这个弯曲的 弯曲的 然后要给它这个力度给它画出来 就是不要画的就是感觉 拖泥带水的 干脆利索一点 然后我们给它这块 我们给它在上面再安排一个花 同样的也先把它这个花托画一下 衔接过来 这个是这个上面的这朵花的这个花托 然后给这个画一个小的枝叶 先画一个小的这个叶镜 把这片叶子给画出来 叶子的颜色也是稍微淡一点 颜色淡一点淡淡的 然后衔接过来 先接过来就可以了 就是可以到这个叶子的这个根部地方 你可以稍微让它颜色重一点 颜色重一点点 然后我们给它这边同样的也画出来 从这儿出来也画一个小的叶子 从这片叶子我们画的时候可以给它 画成一个淡淡的让它这样转下来 旋转下来 让它有一点这个动感 就是这样 然后我们给它画一个这个缠绕的这个藤蔓 再画一个缠绕的藤蔓 让它这样衔接出来 这个就要画的柔一点 画的自然一点 就是感觉像是那个鲜牛花的那个藤蔓 细细的细细的 然后去底拐弯的给它盘绕出来 到这的时候稍微画的粗一点 然后给它画起来就可以了 然后看一下这上面这个花 先给这底下吧 这边再画两片叶子 在画叶子的时候 颜色同样可以淡一点 淡淡的 从这边开始 围绕着这个花 从中间颜色出来 里面的颜色可以湿到让它重一点点 我加了一个那个灰墨里面的绿色灰墨 绿色灰墨 大家可以稍微点一点点墨色就行 不要加的太重了 里面的颜色稍微重一点 画出来就行了 颜色让它过度均匀 过度均匀 然后就旁边再画一朵小的这个叶子 笔尖上我沾的有水 稍微沾点水淡淡的 淡一点给它画出来 两片叶子就是有一个对比 一片浓 颜色浓一点 一片颜色稍微淡一点 然后画到肩上的时候 夜间的时候可以加一点点这个 这个褶 给它润染过来 好 这个叶子也就多画出来了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然后把这边 把这边我们再画一个 再画一片叶子 这片叶子我们画一个反叶 反叶的颜色我们在调的时候 可以淡一点 加点铜黄 多加点铜黄 颜色淡淡的 笔尖上稍微沾点水 颜色很淡 再沾一点水 笔尖沾一点水就可以 然后从这个地方画出来 先画一点点这个叶镜 然后从上面 大笔的 快速地把这片叶子给它画出来 孕染过来之后 然后往下面接着 接着画它 是一片反叶颜色淡 然后画到这里的时候 可以停下来笔 我们加一点点折饰 加折饰的时候 我们这个颜色 刚才这个笔尖 同样也是 沾了一点水 沾了一点水 然后很淡 太重了 再淡一点 淡淡的 然后给它润了下来 这样子给它画下来就可以 然后往这边画的时候 给它转过来一点点 颜色上是有一个变化的 就是稍微偏了 这个实一点 然后这是里面的这个反叶 然后它里面还有一个正叶正叶的颜色 我们可以稍微的重一点 还加我们这个盘子里面的这个橄榄绿 就是我们在调色的时候 就是有个朋友感觉哎呀 我调了一笔淡色 然后这个淡色我怎么给它画到这个画面上是很淡 其实你自己这个笔上的这个水分浓淡 你要是实在觉得掌握不好 就是你调好色之后 可以在这个纸上试一下 因为我我就是画的时候 我估摸着我觉得这个颜色可以 然后我就直接画了 有一定的经验 然后大家觉得这个颜色我把控不好 你可以在那个橱悬纸上 废的这个橱悬纸上旁边放个 橱悬纸不用的这个纸 你可以试试这个颜色 调一笔淡色之后 你试觉得可以 然后可以画到这个纸上 然后你在画重色的时候 我也是估摸的加一点重色 进来给我们这个刚才的颜色再调和 调和之后 我觉得这笔颜色画上去就会变重 然后我感觉可以了 我再去画它 大家看这颜色是不是比这个颜色要重多了 正好我们给它画到正页的这个位置 然后里面的颜色让它自然而然的润染进来 然后这这片叶子就画出来了 这片叶子就画出来了 这就是一个反叶 然后这个叶子就画完了 我们现在给这边 给这个花的附近 我们再加一片叶子 还是用我们这个盘子里面 这个橄榄绿 颜色也不用太浓 笔尖可以稍微沾点水调和一下 然后从这个地方开始 加上颜色 加上色之后 给它熨染过来 然后这片叶子可以稍微的重一点点吧 因为这个本来想着不让它太重了 但是这片叶子在上面 然后这个叶子是在下面的 我们给它颜色 让它稍微重一点 感觉它是在后面的一个位置 稍微比这片叶子重一点 让它区分一下 对 这边让它种过来之后 然后给它熨染下来 然后给它熨染过来 然后这是一片叶子 然后接着把另外的一片叶子 同样的也给它画过来 从这边衔接过来 然后加一点点褶石 颜色让它有一定的变化 加上色之后 稍微颜色上有点变化 然后点染过来 然后这片叶子也画出来了 然后给这边再补一点点 让它衔接到一起 里面的颜色可以稍微的重一点 就是趁着它颜色没有干的时候 可以让它颜色稍微重一点 然后这一片叶子也画出来了 然后我们随后会给它再勾这个叶脉 等会再画它 然后我们给上面这朵花给它画出来 上面这朵花我们打算画成一个胭脂色的 然后在画的时候 我们把这个颜色给调染一下 调的淡一点 也不要画的太重了 调好色之后 摩动一下 然后上面这朵花也是一个侧着的一片花 侧着的一朵花 先给它花瓣找出来 中间的这个花瓣 加上色 加上色之后给它蕴染出来 然后这是中间这一片 然后边上这个画的时候 我们给它也是要衔接过来 流出来这个花脉 花脉要流出来 花脉要流出来之后 然后给它蕴染过来 然后同样它也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椭圆形 我们也要把它这个椭圆形给它围绕着给它画出来 画到这里的时候 同样的也是加上颜色 给它蕴染过来 然后上面流出来一点点这个花脉 给它染下来 给它分叉的这个花脉给它画出来 然后润染过来 然后给这个边上的这个花瓣 就给它形状修整一下 让它再稍微大一点 轮廓再给它修改了再大一点 润染一下 然后这边也给它润染一下 然后从开始画上面的这个花瓣 上面花瓣画的时候 同样的这个花脉流出来 流出来之后 然后给它这个分叉的这个花脉画出来 染的时候不要给它染到了 就是这样的 就是这样的 下面让它过渡一下 下面让它这个颜色过渡下来 淡淡的就行 然后给旁边的这朵花 这片花瓣同样的花脉流出来 然后右边的这个花脉也给它流出来 加上色之后孕染下来 画到这里之后啊 我们给它这个下边的颜色给它用水笔 再给它染一下 让它颜色很浅很浅很淡 淡淡的 然后下面的这个花茎也要淡一点 还用淡的这个胭脂色 衔接着给它画下来就可以 好了 上面的这朵小的鲜牛花也画出来了 我们现在可以看一下它这个画面的效果是这样的 然后我们给它再加一朵这个 把这个位置我们再加一个这个胭脂色的这个花 然后它是藏到这个叶子后面的一朵花 就是露出来的不是很多 也是一个侧着的 然后我们先给它这个花瓣画出来 然后加上色 加上色之后颜色也是淡一点 用水笔给它润染过来 用水笔润染下来之后 然后画这一片 然后这一片 然后这一片也是旁边呢 给它这个花脉流出来 花脉的位置给它流出来 然后往里面润染 往里面分染 然后这是边上的这片 也是一个像是扇形的一个形状 有点像是扇形 因为它是一个侧着 侧着的花就流出来了 这边一点 然后上面的颜色加上之后 染一下 把这个花脉流出来 嗯 就这样就可以 然后我们给这个上面 这个地方也画一个小的这个花苞 加上色就可以 就是一个没有开开的一个花苞 两片花瓣 画出来 然后用水笔给它润染一下 等会儿再画它这个花脱 花脱一会儿再画 让它上面的颜色稍微重一点点 这样就可以 然后我们看一下它这个效果 准备给它下面 把这个地方我们再加一片 再加一朵花 这朵花也给它画一个 侧着的吧 再画一个侧着的这个花 然后这朵花大家在画的时候 你想画紫色或者胭脂色都可以 然后我选择用紫色来画 然后也是一个侧着的 颜色也不用特别的重 大概画到这个位置上 你位置要找准 嗯 侧面的花 先把它这个中间的这个花瓣 给它勾出来 然后加上色之后 稍微润染一下 然后这边流出来一点这个花脉 花脉流出来 同样也是一个椭圆形的一个形状 我们画着画的 要给它围成一个圆形的 椭圆形的形状 围着这个形状来画 就是这样的 然后同样这个是花脉花脉的形状 流出来之后 我们给这个这片花瓣给它画出来 围绕着这个椭圆形 不要给它画的口开的太大了 一定是个椭圆形 不要给它画成圆形 画成圆形 你这个花的形状就 改变了 加上色之后往里面润染 就是这样的 就是这样的 然后继续加色 笔尖上展点颜色 上面的这个花脉 同样给它流出来 流出来花脉之后 把它这个花瓣的形状给它画出来 加上色 给它润染下来 下面的颜色浅一点 对 浅浅的 润染下来就可以 然后再加点颜色 这是边上的这一半 往里面收一点 它还是围绕着这个椭圆形画进来 然后加上色之后 给它润染下来 里面的颜色很淡 然后下面的颜色让它再淡一点 就基本上淡到就看不见为止 然后这朵花的这个颜色也画出来了 我们现在给它淡淡的画出来 它这个花镜 这个花杆给它画出来 很淡 然后加上色慢慢往上面分染 然后我们可以给它边上 然后我们给它边上再画一个这个小的花苞 然后在画的时候我还是用这个紫色来画 就刚才有一段就是没有路上 然后给大家说一下这个花苞怎么画 还是简单的 两片小花瓣 用这个紫色 画上之后给它分染一下 分染一下就可以 然后这边也是同样的一个小花瓣加上紫色 把这个小花苞给它画出来 这样它这个花苞也就画出来了 在画这个花苞的时候大家要注意就是你这个花头 如果说是紫色的话 你尽量花苞的颜色也用紫色 如果说你这个花苞的颜色是胭脂色 或者粉色的 你这个花苞也用粉色的 然后我们给它画一个这个枝干 跟这个花脱 还是用我们刚才调的这个花青 花青藤黄折石的这个颜色 调出来一个橄榄绿 然后加点折石 然后我们给它从 把这个花脱先画出来 把这朵花的花脱画一下 加上锁 画出来这个尖尖的 围着这个包裹起来 把这个花的花瓣根部给它包裹起来 然后给边上的这个花苞也给它画一下 也给它画一个花脱出来 好了 然后这两朵花就都画出来了 画出来之后 我们给它 给它出一个这个 这个藤蔓给它连接起来 连接起来 然后从这上面给它画出来 从这个地方 给它画一个藤蔓 转过来 从这过来 给它让它给这个小花苞连接起来 然后从这里 让它把这个花头也给它衔接起来 然后到这的时候稍微顿一下 比它这两个 就是衔接的部分 颜色稍微的重一点 这个藤蔓就画出来了 我们可以再给它画一下修整一下 然后再画一根藤蔓 从这里面缠绕着过来 从这里面缠绕着过来 缠绕着过来 缠绕着过来 到这就行了 想画的 你可以给它延伸下来 延伸下来 给它画下来 就是画的自然一点 诶 诶 转趋着 柔和一点 给它这样勾着画过来 因为这个就是细小的这种藤蔓 不用给它画得再 特别的感觉有韧紧了 就让它柔软一点 弯弯曲曲的过来就可以 然后我们给它边上画两片叶子 不然感觉就是 这两朵花太太孤单了 给它再加两片叶子 缝锁一下这个画面 画叶子的时候还是用我们这个橄榄绿就可以 橄榄绿 颜色稍微淡一点 加上色之后 加一点点褶石 嗯 衔接过来 褶石的颜色里面 加一点点橄榄绿 衔接一下 衔接过来就可以 可以 然后这一片叶子就出来了 你给它边上再画一片叶子 这片叶子我们可以 颜色上有一定的区分 也可以淡一点淡淡的 稍微偏褶石一点点 颜色淡一点 然后我这个笔件 就是加一点点褶石 让它稍微变淡 加点褶石淡淡的 然后给它画出来 衔接过来 衔接过来之后给它染过来就可以 然后也给它画一个小的这个叶镜 然后看一下它这个画面的这个效果 这边 加一片小叶子 加一片小叶子 淡淡的 颜色比较淡 点燃一下 加一片小小的叶子过来 然后我们可以给它这个地方那个藤蔓可以再画一下 然后这边再出一个藤蔓过来 还要用橄榄绿 温温温温温的过来 温温温温的过来 从这边衔接过来 这个就是给它画的 柔软一点 嗯 就这样就可以 这样就可以感觉这个 很细很细很柔软 到边上它再尖一点 嗯 然后画出来一片小小的叶子 很嫩的叶子 这片叶子一定要很淡的颜色 非常淡淡淡的一片叶子 然后这个下面这块就是感觉是比较丰富的画面 可以先停一停 我们再看一下整体的这个效果 然后我们给这边再加一片这个叶子 加的淡一点 就是感觉这边这个质感 从这边连贯过来 这边还有若隐若现 后面还有这个叶子 还有藤蔓 颜色淡淡的 笔件上加点水 从这边画一片叶子下来 水线可以流一下 然后把这个叶子给它画出来 然后把这个叶子给它画出来 这样都可以 然后我们给这个上面挪动一下 把上面这边再加一片叶子 然后这片叶子也是要淡淡的 加到这片这个枝干的后边 同样还是用我们这个剩下的这个颜色 淡一点 这都是点缀一下这个画面 然后想要给这个叶子画出来 把这种虫药的这个效果 也可以点染着给它画出来 这个叶子也就画完了 我们给这个上面再出一个这个藤蔓 上面再出一个藤蔓出来 给这边让它衔接一下 画这个藤蔓的时候 还是用我们这个橄榄就可以 你想让它颜色可以适当的重一点点 然后我加一点点绘墨里面的这个绿墨 大家想让它重的话 加一点点墨色就可以 加一点墨色 然后给它缠绕过来 然后到这边稍微重一点 然后从这边再画一个藤蔓出来 然后给它缠绕着下来 然后给它缠绕着下来 先接过来 然后画出这个画面 然后从这开始 我们给它再画一片小叶子 这片叶子 这片叶子就给它也是画的淡淡的 淡淡的 然后给它画一个这样的 半 侧面的一个叶子 半片的 这是另一边的 转折过来的 这样就可以 然后给这个再加点墨 加点墨 笔尖的颜色可以稍重一点 然后我们把这个枝干给它 转折过来 嗯 嗯 就这样就可以了 总部画面基本上就完成了 然后现在还有它这个叶脉没有画 我们把叶脉给画一下 看一下这个画面的效果 勾花脉 不是勾叶脉的时候 我还是用这个 灰墨里面的这个墨绿色 绿色的这个灰墨 我们可以在这个盘子里面调和一下 再画它 颜色不用特别的浓啊 勾的时候 中间的叶脉可以稍微的重一点 两边的叶脉可以 就是粗一点 中间的叶脉可以粗一点 两边的叶脉可以细一点 然后大家没有绘墨的话 就是用这个 花青藤黄加墨 调出来一个绘墨的颜色就可以 先画中间的叶脉 然后画出来之后 把两边的这个叶脉画出来 然后这边同样的 勾下来 勾的时候线条流畅一点 中间的叶脉稍重 中间的叶脉稍重 两边的叶脉轻一点 勾得细一点 很快 对 5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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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勾完这个燕麦之后 它这个画面的效果就会感觉的更连贯 会更连贯一点 然后这个也给它勾一下 勾线的时候同样屏着气 认真去画 勾燕麦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因为你有时候燕麦 假如没有勾好 你整个画面感觉着都感觉没精打采的 没有给这个画面连贯起来 这个叶子还是卷过去了 把它一个叶麦也勾一下 有的颜色可以稍微勾的淡一点 浅色的叶子勾的颜色可以淡一点 重色的叶子叶麦偏重 然后这个叶麦就颜色调淡了 笔尖上稍微加一点水调和一下就可以 然后上面这个花瓣也是 不是这个叶子也是淡淡的勾线 然后顺便把下面这一片叶子也给它勾画出来 然后这边这边这个是反叶 反叶也是颜色淡淡的就行 画的时候 过了流畅 这边这个叶麦往这边拐一下 然后下面这个叶子也是勾线淡一点 颜色可以淡一点 然后还剩这个里面的这个叶子 也给它画一次给它画完整 还有上面这片叶子 好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这张画基本上就完成了 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这个整体的这个效果 好了这幅作品就完成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